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在一座饱受炸弹袭击的城市里 纳塔利亚·沙波什尼克和他的女儿维洛尼亚克 住在一列停在地铁站身处的蓝黄乡间的火车上 在漫长的四周里 沙波什尼克和数百名像他一样的人 一直躲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北部的空间站里 周四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摧毁或严重受损的建筑 街道上出奇的安静和空荡荡 在车站下面各个家庭挤在一起 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城市北郊 那里几乎每天都会遭受炮击 妇女和儿童并肩睡在混泥土地板上 或者在被窗帘分割成更小的家庭房间的火车车厢里安顿下来 他们外出只是为了遛狗或呼吸新鲜空气 这是对地下潮湿的一种小小的喘息 36岁的沙波什尼克战前曾在一家宠物店工作 他说这里不比家好但也适合居住 即使在地下战争也无时无刻不在 周四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距离 沙波什尼克和女儿居住的地方的 两个街区远的一个地铁站 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外面当工作人员清理现场的弹片时 一辆载满受伤乌克兰士兵的汽车尖叫着驶过 入侵开始一个月后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 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 不仅是为了他的国家 也是为了整个欧洲 俄罗斯称此次入侵是一次特殊精士行动 并称其军队不以平民为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